Rufus是一款写盘软件 用它你可以快速制作一个 Windows Linux系统安装U盘 或是Windows Go U盘 它包含多种制定选项 功能强大 大小 却只有一点视照 所以今天就我们来看看这款写盘软件 到底怎么用吧 首先来认识一下Rufus的基本功能 打开Rufus 插入一个U盘 最上边设备这里会自动识别到U盘 选择一个镜像 Rufus会自动识别引导内型 镜像选项这里 标准Windows安装 几位制作Windows安装盘 做好了U盘插入电脑后 从U盘启动 就能开始安装Windows系统 而Windows Go 则是一个安装在U盘里 可以直接运行的完整Windows系统 可以在不同电脑上 即使使用 下边的分区类型和引导模式 需要选择和你当前系统相同的 GPT磁盘 一般对应由EFI引导 而MBR则对应传统BIOS引导 那如何查看自己电脑的引导方式呢 你可以按快捷键 无音价R 在运行里输入MSiNFO32 回车 打开系统信息 右侧BIOS模式这里 就能看到你电脑的引导方式了 比如你是UEFI 这里就选择GPT 后边的引导方式会自动选好 高级选项里有三个选项 如果你操入的是移动硬盘 没有被识别到 那么勾选显示USB外置硬盘 就能识别到了 下边两个选项 是针对传统BIOS引导的 勾上对旧BIOS修正 可以提高古董机的启动兼用性 格式化选项这里 卷标是写盘完整后 U盘的名称 文件系统 文件是只能选NTFS 触大小保持默认即可 下方高级选项 快速格式化取消格选 会变成慢速格式化 第二个选项 是把U盘图标 变成Rufus的样子 第三个选项 则是在写盘前 先扫描U盘有没有坏块 右边还可以设置少几次 啊 QLC正如 一切准备就绪 你就可以点击开始了 接着来说下 标准文件是安装盘的写入 基本选好金箱后 保持默认设置即可 点击开始 谈出了框框会让你对本次安装 做一些个性化定制 例如跳过Win10E的TPM检测 移除登录微软账户 创建一个本地账户等等 点击OK 会提示你要抹出U盘所有数据 确定 Rufus就开始写盘了 等待进入条跑完 显示准备就绪 你就可以拔出U盘 插到需要安装系统的电脑上 从U盘启动 安装系统呢 用这种方式制作的系统U盘 是最纯净的 因为不会涉及到任何第三方工具 再来说一下Win2GoU盘的写入 在镜像选择这里选Win10E2Go 再点击开始 弹出了框框会让你确认 需要安装哪个版本 原版系统会包含多个版本 Win2Go一般选企业版或专业版 点击OK 让你做一些个性化设置 再点一下 会提示你要抹出U盘所有数据 确定 Rufus就开始写盘了 Win2Go的写入会稍微慢一些 完成后拔出U盘 插入任意一台电脑 从U盘启动 就能使用Win2Go了 第一次开机需要你做一些基本设置 之后就能进入桌面了 但注意 以UEFI引导方式制作的Win2Go 不能在传统BIOS机器上使用 同理 以传统BIOS方式制作的 也不能在UEFI机器上使用 当你制作好一个Win2GoU盘 并完成初始化进入桌面 把它再次插到电脑上 打开Rufus 仔细看设备这一栏的最右边 会有一个蓝色图标 搓它 选择一个位置 就能把U盘给保存为VHDX镜像 没错 打出后的镜像 是可以直接扔给我们Toy用的 就是这大小嘛 不是动态的也太离谱了 最后来说一下Linux系统的协入 以Deepin为例 当你选择镜像后 下方会出现一个持久分区 这个是干啥的呢 我们都知道 Linux系统可以以LiveCD的形式运行 当拥有持久分区的时候 Live运行时所做的修改 就能被保存下来 如果没有这个分区 以Live形式运行并关机后 就会丢失所有修改 分区类型设置一下 其他的保持默认即可 点击开始可能会提示你 需要下载引导程序 点击4 稍等片刻 会提示你需要抹出U盘所有数据 确定 Rufus就开始写盘了 等他去那条跑完 你就获得了一个Linux系统安装U盘 那么到这里 Rufus这个软件 就讲的差不多了 仅有1.4兆 麻雀虽小 却无占据权 开源免费更是难愣可贵 如果近期你想制作 Win2GoU盘 或是系统U盘 那么不妨来试试这款工具吧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莫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